醫院急診室救護車陸續送來患者 寒流來急診室也會跟著忙碌起來 醫院表示大約會增加一成的患者 內科疾病 外傷車或救護都有 記者採訪過程當中就有三件救護 有天氣冷 身體不舒服的 有氣喘 還有入倒的 醫師說這樣的天氣要特別注意老人家 以及心臟病 糖尿病 肝腎疾病 免疫性疾病的人 特別提醒要注意保暖 可以提高室內溫度 也要避免溫差太大 16 17兩天依舊非創傷性的歐卡救護 台北 新北都有17件 桃園9件 苗栗南投彰化也有 全台超過50件 不過無法斷言就是寒流所造成 冷風呼呼的吹 警方外出執勤 人手一包搓搓柔柔 原來是暖暖包 值班台擬警口袋也有 套出來握在手上 冰冷的小手 頓時感覺溫暖 因為剛好褲子旁邊就有口袋 就都會放 寒流來 警方可是不管天氣也得出門 颳風下雨冷風清洗都不能躲 苗栗縣警局局長自掏腰包 買了一萬個暖暖包 分送給同仁 寒流來襲外情更要保暖 這小小一包 可是暖身又暖心 TBS新聞 陳志中 謝古金吳淑平 苗栗彰化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